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以人所得的赏赐 真的不是那么多人相信我关于恩高的教导 其实 因为就如我所说 到现在来说 我所说的很多点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认真去对待我所说的 如果是的话 根本其实我们教会 其实约进力可以已经更加大 但当然了 神当然是按着我们进步的程度 想法分明 所以我们才走到现在这个光景 但接下来我们的恩高 是可以扩大很多的 原因其中的理由就是现在我和大家去分享 就是让更多的信息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新期待 而让你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好像主耶稣的七十个门头 这样猜出去 都一样能走到我有的神迹 但问题是你亦懂得 我这个恩高是短暂的 而这个恩高是给你的时候是有那个要求 如果不是的话 你连祝福的饼 收获得更加减 明白吗 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和你分享 因为 真的有一天 你们每一个都拥有你不配得的恩高 但是问题是你既然不配得的话 你就要懂得好之为之 如我所说 因为你更加要理解恩高 其实运作的每一个程序 如果你哪个程序拿到恩高 其实你立即要配合那个刻的程序 而不是说你乱来的 那就变成了大件事 第一当然神律最基本就是 他不给你恩高 第二就是他照给 不过就是你短命得很重要 所以我讲的是 其实当我回来香港的神神给我恩高 就是为了 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 然后慢慢孕育了一套 我们捧称是慕容置疑的信息 就是我们两三个星期前所说的 这个慕容置疑的信息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就是说 神是逼不得要刺下恩高 让我们导致 导致我们有半年或者有 几年的时间 去达标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神就会怎样 神就会收回某些人恩高的 比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以前我们讲过 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 甚至是我对一 是我们教会曾经的财政 他直接是以为自己的恩高 比我更厉害 那种 要分离这间教会 要这间教会 扯所有人都走 因为 他那种懒的程度 已经财能又不行了 读书又少 但是问题 神给了一些恩高 他以为他比我更厉害 就已经得了 走 就如我所说 其实我们开始教会 头几年 真的要 很多很多人 甚至这个人都是其中一个 但是问题 神都已经遇了 给了恩高 这个人不是其中一个案子 就是让他下班 他立即就分裂 觉得很厉害 但是问题就是 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 上上都看到这些 这样的例子 就像鸭沙龙 是最鲜明的例子 我们看巴兰 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两者都是死的 但是以利沙 也属于叫做反骨 就是 他病死 他不是 死于非命 原因就是这样 原因就是 原来当我们得到恩高之后 我们 偏离了 这个恩高的原意 比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有些人得到恩高之后 他第一时间分裂 就是分裂教会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觉得 他配得 拥有更多的东西 但是你记得 你配得的话 一会就会将 你配得的给你的 你接待先知都已经有你不配得的赏赐 你竟然接待先知有先知的赏赐 OK 不是有些打赏 这样 明白 所以有些人 他拥有恩高之后 他分裂 有些人拥有恩高之后 他需要你多十倍的 口水 他说服你 他才肯跟随你 OK 那又是死的 就是说你分裂又是死 但是你有了恩高之后 你心高气愕 你不可以同心 现在日华做过一些事要你批准 以前不用的 现在你有恩高的 要你批准 最好就是跟你开会 和你 那条拉的人去交代 那你见不见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猜人会不会这样做 人当然会这样做 人是 直成向了私欲去发展 又或者你用了恩高之后 变成鸭沙龙 又或者甚至人有了恩高之后 受一个 他不是那么爱主的太太控制 因为太太 以前 你没有什么地位的时候 相安无事 但是你的太太 见你有那么多荣誉地位的时候 他就走出来操控你了 又或者 这个人有了恩高之后 他容易被旁边的 这些朋友挑拨离间 又或者他有了恩高之后 他懒 即他那种懒惰出来 凡是你有这些 这些我们称为 以前我们称为 珠仔 有这些珠仔出来 你都如你的恩高 都真的断责 所以我说 祝福的饼 就是这些 就是我要解释给你听 身为一个教师 其实就是 做这个工作 就是告诉你 你进入了这个世界 并且真的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你要用一个新的天国逻辑 去走在这个天国道里面 你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勿而不利 并且 你绝对在这个 祝福当中 令人羡慕当中 你知道我们将会成为一间什么教会吗 我们将会成为一间教会 是活在 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你知道吗 若不是怎样会叫做复兴 若不是怎样会 连君王本身 活在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当中 都走来去就我们 明白吗 就是原来我们将会不是一个人 我们全间教会 会活在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这个就是为什么 神感动我 去分享一套信息 就是当别光业升到100万美金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怎么 一路一路延续教你们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使命 让人知道原来恩高当做得好 当同心合意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走在神的时代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全间教会都活在 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当中 明白吗 我们有令人羡慕的朋友圈子 我们有令人羡慕的健康程度 我们有令人羡慕的 拥有的这些 幸福快乐 和我们拥有的生活方式 和我们拥有的 这些成就感 明白吗 但全世界 无论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求星也好 他们是歌星也好 他们是皇帝也好 他们是宰相也好 他们都会只会 连他的光景 他都会羡慕我们 你知不知道 这个就是现在我教你 所以 不要怪我这么仔细地告诉你 因为你拥有的恩高越大 你的责任就越大 并且神向谁多级 就是向谁多耀 很多人就不理会这些 甚至最疯狂的就是 他疯狂地求恩高 但是他疯狂地不接受我 告诉他关于恩高的逻辑 那就出事了 明白吗 那直成是出事了 因为你拥有恩高之后 就等于一些人拥有电 电是很大的力量 但是问题 你不按着那个游戏规则的话 电不会成为你的朋友的 会电死你的 你知不知道 可以产生火烛 甚至将你所有的财富 都付诸一具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恩高是同样的性质 马大方第十章 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到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以人的名 接到以人 必得以人所得的赏赐 神心仁仁靠心仁 如春意半醉 同一光射 在每天隔离明 看不不改静 神心仁仁幸福我生年 为我害解受随心惊 在我深深刻的 回忆 千年 神似悲呼声 全爱圈灭 于我内心 随性最恨口前 沉着灰暗夜里 献出光笑 相互被引领我 继续往前 神痴爱恋意 不断绵绵 慈悲言 偷送蔓延 于是水遍布 此潮相涌眼 深深处理却 将继终于行了 行够正记 主因为 每天隔离 我遇见 徐此来明 应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